就算把陳佩琪所有講的 全部都起來發現不對 這個帳戶還是有我們講的問題存在 他還把一些錢幹嘛 存到了兒女的戶頭 包括柯文哲包括陳佩琪 包括他的子女 很有可能如果說這個是 所謂的貪戶的味道 或者是黑錢的話 那全部散在他們帳戶裡面 反正這回完蛋你知道嗎 因為全家人都會中耶 收押進階的這個裁定書裡面 講得非常清楚就是 在這個沈慶晶論功行賞的時候 他的配偶 被告的配偶 也就是柯文哲的配偶給小孩 在帳戶中有不明資金 欸 出大事了 剛剛講 現在不是說土利喔 不是說你明明知道 金華城的這個容積率案 是等於說是違法的 你執意為之喔 結果是你已經查到金流了 而且這個金流跟審計機有關 而審計機有關是誰在分的 是映曉威在分的 那映曉威在分的時間點 剛好是金華城拿到建造之後 寶達哥 現在我就兩個自送柯文哲 糗了 為什麼糗了 他之前講說 我跟你講啦 我就沒有金流啊 你差不多我的金流啊 請我 還好 柯文哲是什麼 台大醫學院的博士 我們講台大醫學院的學生 他是4357 所以他有一個好習慣 什麼事 他會作筆記 作筆記 他把自己的帳目 收了多少錢 清清楚楚的全部都記起來 為什麼 因為整個專案小組在搜索 柯文哲的住宿的時候 發現一個USB 然後裡面有一個電磁記錄 他寫說什麼 寫 2022年4月11號 消審1500 審慶金 直接 當中啊 因為各位 對照下來發現不只是審慶金 它裡面是一個帳目啊 帳目裡面有好多好多人 剛好有一個人叫做審慶金嘛 這表達怎麼拗啊 你知道嗎 拗不下去了 有人在想說 你會不會是2022年11月1號下午的 1500跟審慶金 它真的格式不同 因為這個格式幹嘛 它是一個帳策的格式 另外一個除了以外 你如果是2022年11月1號 剛剛講150應該接在後面啊 沒有 是2022年11月1號小審 在1500 把他分兩個城市 你想想看 他當然不只1500 他一定可能又有什麼300 又有500 因為他是一個帳目啊 很多人 那你要怎麼拗 有些搞不好 1700有時候要講7200 那你就想說 欸不對啊 那如果720的話 你要跟剪刀掰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 他就是太具細迷矣了 他跟高文案犯一樣錯誤 什麼事情都要把他記得很清楚 而且寶貝哥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剪刀 當你看到這個 你一定心頭為自己震 你第一時間你知道你會幹嘛嗎 跑去問沈慶金 你要問沈慶金什麼嗎 提訊沈慶金先生 請問一下你11月1號 有沒有跟柯文哲先生見過面 那沈慶金只要說 沒有啊 我沒有跟他見面 事情破大條啊 直接破功了嘛 因為你只要沒有跟他見面 我就能夠確認這個是什麼 對 絕對是金流 我就確認是金流啦 而且剛才講到頭 他掌握的這個USB的時候 他會講這個 這個是在2022年的11月1號 可是同年的 20月18號是什麼時間 金華城改建建造拿到的時間 是一樣的 把這個這都是沒卡 什麼意思 因為當然有前進 但前進完成後面的工作之後呢 要有一個後卸的時間點 那你都會問啊 後卸什麼時候 我跟各位講 這種工程案件後卸 都是在什麼 建造發放的時候 因為這時候才最重要 代表大功到成嘛 所以在建造發放 你想想看喔 10月18號 結果到了下個月 11月 一天都不等你喔 1號馬上發薪水 發給你1500萬 直接贓到 那更可怕的是什麼 10月18號發建造 11月1號1500萬進來了 發薪水了 領薪水了 時間到了 我們都還要10號才能領 1號就可以領 好幸福 結果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麼嗎 來 印小溫的時候我們一直在講說 4750萬裡面有一個神秘的金流 不見了 寶德哥那個神秘的金流是多少錢 1500萬 也是1500萬 怎麼會這邊不見1500萬 然後跟你講說印小溫跟沈靜欣 就是有行賄受賄的關係 他就是分錢的角色 結果剛好這1500萬跟柯文哲 誒不要怪別人喔 你自己的筆記寫1500萬 就這樣對上了 那寶德哥 我講這叫什麼 這完全就金流勾串 全部勾氣串連起來了嘛 所以就算柯文哲那個三寸不爛之辰 現在也假的 變成爛爛 而且跟他講到 除了這1500萬 現在這個已經變成鐵陣喔 現在你已經完全突破你的這個破口了 更可怕的是跟他講 你現在之前不是講還有700萬嗎 700萬他們講說那是我的什麼演講費啦 我的稿費啦 我的版稅啦 大家想 你怎麼算 700萬目前檢察官都兜不起來 對 就是這個金流我們到現在為止 就算把陳佩琦所講的我們姑且信資 包括他說什麼收尾錢 現在又說不是收尾錢 又說是遺產錢 隨便全部兜起來發現不對 這個帳目還是有我們講的問題存在 而且不只是這樣子喔 他還把一些錢幹嘛 存到了兒女的戶頭 代表現在是什麼狀況 全家人都中獎 包括柯文哲 包括陳佩琦 包括他的子女 很有可能 如果說這個是所謂的貪戶的匯款 或者是黑錢的話 那全部散在他們帳戶裡面 把他跟這回完蛋你知道嗎 因為全家人都會中耶 這才是現在柯文哲最可怕的一個地方嘛 而且總之講 那個收押金件的這個裁定書裡面 講得非常清楚就是 在這個審慶金論功行賞的時候 他的配偶 也就是柯文哲的配偶給小孩 帳目都有不明知情 對所以你想想看喔 包括從我們的高院到我們的地位 一直在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說有可能從所謂的貪污自罪 第六條升級到第四條 換言之就是說 從所謂的土地罪 升級到收衛罪 那理由很簡單 就是因為其實檢調所提供的證據 有非常大的掌握嘛 所以保留你看喔 包括連議審法官 那時候我們講朱嘉義 很多人現在呢 對他都有維持消息 你當時為什麼沒有欺壓他 但各位不對喔 為什麼 因為朱嘉義 在當時還記不記得 提訓的那個時候 對 提審的那個時候 提審那個時候呢 明明是柯文哲的律師提出喔 結果他在駁回的裡面 寫了一段非常詳細的 也就是拘留你是有正當性的 拘留你有正當性就是 我問你的內容 不管問金華城 不管問木可 都有正當性 因為他們是同一件事 對他說那時候 柯文哲就說我很生氣嘛 我就不要錄了 我不錄了啦 政壇哪個啦 怎樣 他就把他逮捕了嘛 逮捕之後他律師 是不是馬上提出提審 對不對 結果他說不對喔 提審的過程當中他說 檢察官要問你什麼案 因為柯文哲說 你不能問我A問我B問我C 他說可以 你抓我是A案 問我是B案 他說可以 因為這個順序權 是由檢察官來說決定 而且他講到一個 最關鍵的問題 他說你認為檢察官說 他所問訊 跟金華城案無關 但是你難以去辯駁說 現在檢察官偵辦這兩件事情 因為這是跟資金管理問題有關 偵辦階段尚未明朗 你不能說這兩件事情是 非截然可分 換言之他講什麼 所以牧可 金華城他有個共同點 他都是資金管理為詢問 所以他有修先順序的裁量權 而且這個事件 在目前尚未明朗 換言之整個法官他在裁定 也就是朱家裕在裁定這件事情 他在講一件事情 不對喔 牧可的金流 總統專務的金流 跟金華城的金流 這三者可能有神秘的關聯性 可能有神秘的溝通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認為這三案 可能最後再跟變成同一案 所以這件事情 我當然覺得認為 檢察官可以這樣查 結果我們現在看過來 請問一下包括李文中 他都已經整個人被被告了 被告了 那這三個案件是不是 現在感覺拼圖越來越緊密 隨著印小偉的事情 包括朱雅虎的事情 感覺所有的拼圖 所有的勾基 整條線一拉 感覺整串粽子都快要拉起來了 而且剛剛講的李文中 不是只有偽造文書 李文中也有背信 李文中的背信幹嘛 你都有掏空所謂民眾黨 今天剛剛講的 對柯文哲來講非常殘忽 是說你今天不是有行賄 你不是有圖利 你還有背信 背信就代表 你今天一手的所謂的 創立了民眾黨 可是你對民眾黨吃乾麻鏡 現在所有柯文哲有關的問題 我覺得非常諷刺 因為都跟錢有關 剛剛講的金華城這個案件 也跟錢有關 但是不要忘了 政治現金專戶的問題 還沒有結束喔 因為他們現在為什麼 李文中會變背信 理由很簡單 代表不管你是總統競選專戶 或者是說他以財務長的身份 甚至是跟木可公司有關的身份 絕對在背信的這個環節 代表有總統專戶的錢 不知道為什麼 跑到了木可 不要忘了喔 那個時候總統專戶虧空多少錢 兩千七百二十三萬的短缺 到現在文子 我已經問了五六遍七八遍九遍 結果民眾黨有沒有交代 沒有 完全沒有辦法交代 所以各位啊 現在事情越來越大條 錢會越滾越大 你看今天沈金金坐在論語上面 非常的萎靡 他說他全身中序 全身中序一樣 今天抗高幫你駁回 駁回以後組長 說你沒有重症 你還是可以繼續的積壓 想說為什麼對沈金金這麼狠 現在有個關鍵出來了 嘴不是講嗎 今天把你壓下來 就是你已經圖力確定了 你圖力確定不是只有圖力確定喔 重點是我要查你的金流 更可怕的是 現在簡連已經查到你的USB 真的裡面 已經有收審慶金1500萬 而且那個佈計裡面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喔 底下還有交代說 他什麼 他在2011年的時候 2022年 不對 2022年 11月1號 小省1500審慶金 保雷哥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就是柯文哲的原文 我再回送你柯文哲這句話 你不是講說對啦 突然沒錯了 你有沒有金流嗎 你有查到我金流嗎 查到了 你柯文哲親自記載了 他就在整個USB裡面 因為各位不好意思喔 這是從柯文哲 他的隨身物品裡面 查出來的喔 裡面他有一個記帳本 而這個記帳本裡面 上面寫的詳詳詩詩 這個是原話喔 不是開玩笑 2022年11月11號 小省1500審慶金 保雷哥我就幫觀眾朋友解釋 這個1500是什麼意思 1500萬 當然嘛 因為他們大人物都萬來萬去 沒有再給你1500塊的 就說有1500萬來自省慶金的捐款 而且巧合的是什麼 我們去對一下這個2022年 11 11月1號的這個時間點 不好意思喔 剛好金華城 也就是金華廣場 得到建造是什麼時候 就在2022年10月18號 換言之10月18號的時候 合發建造給他 結果這個樓地板面積給他之後 馬上在2022年11月1號 也就是下個月的1號 就給了他1500萬 那保雷跟我問一下 這件事情是什麼 那你這很明顯就是後洩 因為在那個時間點 沈慶慶就是在論功行賞 到處發後洩 結果你柯文哲沒有人冤枉你 自己記載 嘿對啦 我有拿到1500萬 還怕自己忘記記在電腦裡面 這保雞哥 這就變成鐵陣如山 恐怕科幻者會從圖利罪 恭喜你晉級成功 成為貪污之罪條例 第四條的違背植物收衛罪 思念上有期突行到 無期突襲 這也太可怕了吧 當然啦 因為科幻者現在為你白口莫辯 他要怎麼解釋說 沒有啦我在家裡無聊 打電腦 隨便亂打的 不可能 因為這種記上的東西 剪掉絕對會把它當成非常關鍵的證據 而且藉由這個你的所謂記帳本 他就拿這個去問沈晉級 再提訊他 沈晉級扣任者糟了喔 他說有1500萬喔 你給他的喔 你為什麼要給他 那我就問寶寫哥 沈晉級你還會繼續抖嗎 他會繼續跟你戰抖嗎 不是 難怪今天 沈晉級知道有問題大了 所以他今天趕快要急著交保 然後今天有全身出去 他的壓力太大了 對 這解釋兩件事情 所以公願不放他走 對 沈晉級第一個 他真的壓力太大 所以到整個全身顫抖 他整個以命相駁說 哇拜託放我走啦 我真的受不了 現在剛剛講的 柯文哲我們這邊不是講嗎 有一個700多萬的 這個所謂的不明來源 不明來源裡面有170萬 你是老婆用這個所謂的ATM存進去 接下來說 不只700萬 還有過千萬的不明帳目 這個帳目是什麼 其實跟新華城是有關的 就現在 這個資料 越來越清楚了 寶貞哥外界大家都一直有一個盲點 跟誤解你知道嗎 大家現在講到沈晉級說他的金流 我們知道我往哪個方向去看 公關費對不對 大家說公關費有可能1.8億 甚至有可能講到5億 但我們要寶貞哥方向錯了 方向錯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沈晉級從總統大選期間 到我們講回國之後 他一直在做一件事 你知道他在幹嘛嗎 借錢 他不斷的在借錢 不斷的在借錢 到處這邊 他沒錢 對而且寶貞哥你知道他怎麼個借法嗎 他是利用手上 是不是中工 包括他的中石化 還有很多工程對不對 他直接用那些工程 去貸款 貸款下來的錢 再拿這些錢去當做政治獻金 而且是主動 到處說 你要不要拿這個300 你要不要拿這個500 到處去打電話 給台北市所有各個議員 然後去各個我們講官員 就是要把這個錢給你送出去 其實他給了很多人 包裡面睡你懂了吧 為什麼說這個金流一直兜不起來 一直找不到這個金流 因為你如果從公關費那邊 你會發現死路一條 找不到嘛 因為我如果今天是從工程款貸款的話 我請問一下錢會經過神盡金嗎 不會欸 根本不會啊 我錢就下來就下來 到時候出去就出去了 你根本就刷不到這個金流 所以我是從各個子公司 各個孫公司 就直接出去的 對 所以這才是最大的重點 也就是說神盡金 是利用這些公司的工程款貸款 來把這些錢去發放出去 那保利哥我跟你講 我們大家看過工程都知道 工程款會有多大 很大 金額都是一來一提 一來一提了 所以你現在根本為什麼 神盡打死不認 打死不招 因為他知道說 反正我只要不承認這件事情 我只要不交代事情 你很難去查我的金流 所以這個洞太大了 你知道為什麼有人問這個消息會跑出來嗎 為什麼 這個獨家消息會講 因為很多藝人都被問過嘛 但沈青青又不是所有人都跟他關係很好 大家就覺得大家已經江湖耳聞 就說 欸 沈青青到處在借錢 這就死客在中心的人 又拿三百萬五百萬 欸 買了嗎 買了嗎 你敢想嗎 當然不敢收嘛 嚇得嚇死了嘛 所以這個消息才會出來 但是寶傑克 你知道為什麼柯文哲一直老神在在 老神在在 打死不認這個金流嗎 為什麼 我跟你講其實理由很簡單 他喔 辦公室對不對 那時候是不是收出兩台電腦主機 我跟你講一台就是李文娟 專門管帳用的 李文娟的 所以你看是不是講說千萬不明帳 檢調就從那邊掉出來了嘛 欸 不要誤會喔 李文娟 李文忠 這個兄妹倆 專門幫柯文哲管帳了嘛 手上有沒有柯文哲私人帳戶的消息 當然有 有嘛 所以這個東西是來自這邊 而且大家講喔 昨天的那個羈押境界裡面有講 從這個電話的手機截圖裡面 柯文哲對他每一個帳戶的進出 整個的轉帳 他是支出必要是非常清楚 環環相扣 精明無比 對 所以為什麼柯文哲一直有這個自信 到現在為止對於突利罪 他透露的部分事實 但對於收衛罪打死不認 我跟柯文哲先前是不是去我們講 傅昆傑的攻擊 你知道他在飛機場上 他在飛機上 他有講過一件事情 他講什麼 就講金華城這個案子 他說我跟你講啦 我是不擔心喔 我那個電腦個人手機被他們收走 我只是很害怕喔 裡面的資料被丟出來 為媒體啊 有些什麼帳目什麼的 丟去為媒體啊 但是那個沒什麼大不了 柯文哲敢這樣講欸 先消毒 他不是 他對於那兩台電腦 他根本沒在怕 所以你懂的理由是什麼嗎 代表現在這些金流 除非說他太太真的搞砸了 或者是搞一些有了沒的 所以現在這些USB檢方 是不是把它當作一個犯罪的鐵證給扣押 你看喔 有工作帳本喔 所以剛剛講的 你剛剛講的 這個裡面收到他的私人物品 私人物品裡面 就有一些金錢的往來 特別有一些收送 現在確定 工作佈計裡面 收了一千五百萬 對 而且跟審慶金收一千五百萬 這是他我們講帳戶裡面寫的嘛 那寶貝跟我訪問一個很小的問題好了 今天硬小偉拿多少錢 四千七百五十萬對不對 那我就問 你覺得如果一個議員 就算扣掉他可能要貼本錢的 去行賄勒 他自己所存留的 柯文哲會只有這麼少嗎 這才最大的問題嘛 最大的問題在於說 那些我們講 審慶金所帶的工程館 那些現金怎麼找到 他都是現金來現金去的喔 那個現金去的哪裡 會不會就是檢調 跟法院一直在提醒我們一件事情 陶租飲員 陶租飲員 因為現在有消息 我就問你陳佩琪 你有沒有跟柯文哲 一起去過陶租飲員 這就很簡單的問題嘛 陳佩琪有去過 我問你陳佩琪有沒有 真假的 請回答這個問題 理由很簡單 大家都知道如果今天柯文哲 要跟審慶金 陳佩琪也在那邊唱過歌 如果柯文哲要跟審慶金 他們兩個要去陶租飲員 爛一下爛一下 敢會帶他們來 不要騙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去那邊一定是談事情 如果說柯文哲帶陳佩琪去 那我就問 是不是跟 那就不是唱歌吃飯 對是不是跟金柳有關 是不是跟現金有關 所以我跟檢調報告 陶租飲員 恐怕是你們會發現 大祕保一個很大的關鍵 所以淑慧 大祕保出來了 真的這樣講的 今天查出來了 收賄證據曝光 檢聯 搜查柯家的時候 查夠了USB USB裡面有個佈記 這個佈記裡面 有1500萬 所以其實大家就一直在想說 錢到哪裡去了 但陳志涵今天不是出示 這買賣房子的合約書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出示那個合約書幹嘛 合約書不代表一定有買賣 為什麼 因為我們去房子過戶的時候 要嘛你有合約書 要嘛你有贈語的這個文件 要不然你怎麼過戶呢 好啦 可是我們大家一直請他出示的 叫做匯款金流 你的存責 你到底頭期款付了多少 什麼尾款付了多少 到現在都不肯出示 所以買房子的金流 到底怎麼處理的 不知道 好啦 科文者的現金 去年我們就聽過很多人 我們幾乎所有在圈子裡面 都聽了很多人說 誰誰誰有捐給他多少錢 那這些錢看起來 都沒有進他的政治現金賬戶 對 所以當去搜索科文者家裡的時候 沒有收到現金的時候 我們就私下開玩笑說 是不是收金錢收掉啊 畢竟過去也有這樣子 林醫師他媽媽就 100萬美金也收掉 命跟現金當然是命比較重要嘛 100萬美金都可以燒了 對 何況是這個台幣 新台幣 不得已也要燒 所以錢到底到哪裡去 但是我從當年吳淑貞的案例裡面 我覺得 藏錢的地方真的很多地方可以藏 好自己 朋友家的銀行的保險櫃也可以藏啊 對 新光銀行那麼多保險櫃 就一個來放 對喔 逃出銀員都是空房子 逃出銀員至今只賣出一戶啊 借一戶就直接放在裡面啊 那一戶的鑰匙直接給科文者說 東西我都放在這裡你要拿隨時來拿 外面的人也不知道 連拿出去都不需要拿出去啊 整個一戶豪宅就當你的保險櫃保險箱了 對 我們也都不知道啊 可是這些地方資金減掉都沒有去搜索過啊 對 對不對 逃出銀員大家看一下 這麼多戶這麼多戶喔 除了一戶賣出去就是 沈老闆自己給自己一戶 那頂牢是8億 不是 中共買的 對除了他自己買給自己以外 其他的每一戶都是空的 對 空的裡面到底是空屋還是變成 一戶一戶可以放錢的地方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真的覺得大秘寶在哪裡 檢調如果有心要辦的話 或許又會被民眾黨 扣上個帽子說 欸你怎麼這裡可以收 怎麼可以這裡收 那逃出銀員總可以收了吧 對 不可以收中央黨部 總可以收逃出銀員其他的戶吧 好小屁 今天人家跟你直接嗆 你說什麼那個是中共的房子 沒有啊 那就是一對兄弟啊 那一對兄弟已經七十幾歲了 根本不是 不可能是人家的兒子 人家竟然把契約拿出來了 打你的臉 那可不可能是別人的兄弟 你想過敏我們還在查好不好 你還在查 當然啊你看 這個出來 買賣價款總金額 61萬 61萬 可以買房子嗎 來我再看 內政部有規範的喔 你這種這種 來 內政部的規範 買賣這個房子的規範 第四條 買賣價款總金額 填寫本契約書 鎖定個別土地及各棟建物之買賣價格總和 這是內政部的規定 好 價格總和 來 那總和你要寫4300萬啊 對 你怎麼可以寫61萬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東西關鍵在哪裡 我跟你講關鍵 你有沒有匯款 剛剛學會講的 沒有嘛 選怎麼來的 已經11天了 我們提出質疑11天 而且這匯款是要小心有三種可能匯款喔 第一個乾淨的 對 我的戶頭就是7300萬每一票30塊總統得票 有沒有 從那個戶頭 從黨部匯到你那個你個人戶頭 從那個戶頭匯到陳姓兄弟 無話可說 所以你要給我兩個東西 第一個 你要給我黨部匯到你那三個戶頭的資料 然後再從這個三個戶頭集合了4300萬 匯給了這個陳姓屋主的資料 是 除非這樣子嘛 好 那你今天你匯款你都沒有拿出來嘛 乾淨的 如果不是這個錢 你存款就2500萬 你買4300 那個錢是有財產難於不明罪 那是髒錢喔 那更可怕的是 最後如果一圈查出來 好買賣 誰給你的 我跟你講喔 他拿不出什麼 最可怕的是什麼 失約 什麼叫失約 好簡單 兩個兄弟是不是各十分二分之一 對 就那一棟就4300萬嘛 好他們住在我的選區 愛國裏嘛 中華路二段嘛 那個各十分一半 好 然後沒有失約 真正買賣的價格 沒有失約 低增失誤所不讓你過戶的 拿出來啊 對 你拿61萬就可以糊弄了 對 你什麼 就是要什麼 小戰狼 那個什麼戰狼小姐姐 我是萬華美鷹貓 我覺得買一隻美鷹貓 10公斤我跟你講 很漂亮 OK 你在胡扯嘛 你說到現在 那1300萬還是沒有交代清楚 哪有交代 你到現在還覺得 那1300萬 這房子怎麼來的 對 然後兩句話交代 第一個 你只能交代說 你從你的戶頭 一票30塊 匯4300給成親兄弟 對 二 賣多少錢 然後賣多少錢 怎麼樣 你要拿出十約 地震才能 我跟你講他這是百公百業的殺手 你知道嗎 他那個目可搞掉一個叫做什麼 會計師 會計師 這個搞掉一個地震室 地震室如果做假的 假的合約什麼 會出大事的 會抓金塊的地震室 你們有沒有想過 這假的 我再問他 這個太詭異的 我跟你講 房子實價登陸 高樓80萬 他那一層大概72到75 他買多少 88 88 多了五六百萬給誰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等一下 你們十約怎麼簽的 等一下 我們本來以為說他是80萬 80萬以後 他又88萬買 等於你加了一層的價格 你說不是 他的價格 因為他的樓只有在三樓 三樓的價格更低 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 對 最高12樓最貴吧 對 合理吧 合理合理 你平均80萬最高 我給你85好不好 對 那你那個就是72 75 三四二三四樓 是最便宜的吧 好 那你今天竟然用88.2萬買 然後高出行情 六七百萬 對 請問這六七百萬的金流去哪裡 請看私約 我跟你講 拿不出來嘛 今天陳悲基講 我今天要買房子的時候 我才知道房東是誰 那房東也是說 我今天要賣房子的是誰 我要簽約蓋章 我才知道我的買主是誰 我跟你講他有區域性 你知道 他在近南路這塊買 這個中正區 就靠那個立法院 他在近南路找永慶房屋 他逛那個大安居林一街 是找信義房屋 那我跟你講 現在他是麻花哥捲在一起 你知道我說柯文哲 那個錢 我提醒一下 那個錢除了一千多萬被抓到 然後可能進木可 然後同時 你還記不記得 他都99999 少一塊 對 你要查那些自然人 是不是沈經濟的員工 那通通要調來問好不好 你才清楚 那上百人喔 家家很多錢啊 那調來問 為什麼少一塊 是不是10萬以後申報等等 好 所以這樣做 還說最後一句話 請拿出4月來 好 玉鳳 剛才講 他現在滿身都是坑洞 這個太可怕了吧 直接找到ESB 這個ESB裡面 這就Bingo了 那當時你還在那邊嗆說 你為什麼這天天 這晚上你可以當庭的 就所謂的提出這個抗告 對我要那麼久 他說沒有 因為你家的東西 我要透過科技破戒 其實我們在這個節目 我們就有講過 當他第一時間 去的時候啊 你不要以為說 你不開門就沒事 你在不開門的情況之下 你這個時候 傳的任何的訊息 打的任何的電話 其實同步檢察官都知道 然後呢 今天這個1500萬來講的話 其實為什麼今天 可以把柯文哲給羈押 記不記得 在北院的第二次的 羈押的裁定書裡面寫了 他的金流巨細迷移 而且環環相扣 環環相扣是什麼意思 是代表說 你現在來講的話 並不只是精華成一個案子 所有的錢 現在檢察官一查下去的話 從你家扣出來的東西 從黨部扣出來的東西的話 他是要把後面 包括北市光 北市科 包括台市光 所有東西給查下去 所以呢你只要第一個 1500萬被拉出來之後 後面完蛋了 後面所有東西都會被拉出來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只要先確定說 這一筆錢是有問題的 那你的來源 跟你出去的錢 哇 那完全 都經過 只要有經過 全部都會被查出來 對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的話 為什麼他會被收押 如果真的有這1500萬的話 那完蛋了 那真的是完蛋了 因為你1500萬你不會憑空 不是大風波來的嗎 對 你這1500萬怎麼來的 你會被查出來 1500萬你最後走到哪裡去 也會被查出來 所以凡經過必留下痕跡 這些東西叫來一問 大概全部都倒了 好瑞德 在這個昨天的收押境界裡面 非常清楚的是說 當沈靜津論公刑長 透過這個印曉薇來分配的時候 被告的 也就是柯文哲被告的 你的配偶跟子女帳戶都有不明的資金進去 表示說 今天陳佩琪 你不要再講說你今天是公眾人物 你今天不想零貴 你今天有ATM 你ATM的這麼多錢到底怎麼來的 你的孩子也有這個錢 代表現在這個東西 已經不是柯文哲了 他的太太陳佩琪 他的小孩 這些帳戶 都一個一個的被串起來了 對 沒錯 那麼事實上 台北地檢署第一次還記得嗎 第一次的時候 不是被這個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 那麼把他打槍 讓這個彭真誠收押 讓柯文哲回去 還無保請回對不對 因為那個時候 事實上呢 台北地檢署就很想用這個 直接用行賄的相關的這個 罪名跟圖利 兩個加起來一起辦柯文哲嘛 但這次顯然 退到先用圖利 圖利就可以收押了 事實上在高院 那麼花回耕材的時候 還有地院的 昨天的這個相關裡面呢 已經跟你講了 柯文哲明知道金華城 違背法令 仍職意為之 貫徹意志 昭然若皆 我問你嘛 他這樣寫下去 你還有空間嗎 沒有了 你沒有空間了嘛 為什麼因為圖利罪的構成要件 淘汰這條例的圖利罪 構成要件就是 違背法令 圖利他人嘛 所以你沒有空間 對的 現在真的是金流一筆一筆 被查到了 剛剛講到金流的部分 他還特別提到 我們之前不是只有 只知道 陳貝奇出來講說 他把錢 什麼老公的這個 上通告的費用 對 你老公上了通告費用 有幾場 大概最近這幾年 有幾場數得出來 對 然後他的通告費呢 都有這個等於 要簽勞務報酬單嘛 然後還有包括演講跟稿費 講到演講 我心裡就呆了一下 你知道為什麼嗎 10年前 我有跟羅蘇蕾聯絡 他現在人在美國 10年前 他舉發的MG149 就是每個月20萬 廠商會去 20萬 都說是演講費用 為什麼 告訴各位 那時候有查過柯恩哲 每個月 20萬的演講費用 是哪一場哪一場哪一場 沒有 所以現在MG149 搞不好可以重啟調查了 所以包括這些錢的金流 我告訴你 最後告訴大家 不用去今天那個民眾黨 跟陳佩琪講一大一道對 不需要 直接把你會4300萬的存折 拿出來亮相 還有你們家 他們最喜歡亮他們家存折 有多少錢嗎 你們家 你跟柯文的存折 現在所有的現金跟存款 有多少 一次全部在臉書上面公布 讓鍾小平一槍拼命 為什麼不趕快做呢 不是 現在沒有想到 現在金流真的已經 慢慢順藤摸瓜了 真的在USB上面 已經有一筆帳戶了 一筆帳戶上面有1500萬 這個就這樣嗎 就拼夠了 我應該這樣講 按照我的計算 那個20%部分的利益 應該是100多億的 100多億 如果要批的話 那以這個 以柯文哲的作風 如果沒有先把 這個所謂的金錢入袋的話 他不會去叫下面人 去批這個公文 整個 你說前早就進去了 那個前進一定進去了 那前進去 我認為這關鍵人 我這樣 我是我個人判斷 我的推論不見得正確 那中間來講的話 黃珊珊應該是 有一定程度的角色 所以柯文哲黃珊珊審慶慶 他們三個有很密切的關係 對 我覺得黃珊珊那麼緊張的掌握 每一個案情的發展 跟偵訊過程的細節 就是在做自我的防衛工作 那第二點來講的話 他太太陳佩琦講過一句話 他們家所有的錢 都是他管的 對 都是他管的嘛 那我也知道 我朋友有給他錢嘛 對不對 那這些錢 我個人這樣聽起來 這累積的錢的話 都上好幾億啦 我不要講好幾 就一兩億的錢 對 要做處理的話 只有幾個方法可以處理 一個就是說 他到銀行去開個保險箱 對 他就放在保險箱裡面 一個保險箱就解決 那就查不到了嘛 他不會用他的名義嘛 讓別人的名義 用個保險箱放現金嘛 這個以前最傳統的老招 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柯文哲沒那麼笨 他錢應該不會放台灣 對 錢不會 第一個我確定說 錢已經收到 所以他才敢那麼硬嘛 你查金流啊 對不對 叫人咬我啊 公開在那個 公開嗆聲 對 他是獨立啦 在金流咧 他敢用那麼大聲的 挑戰施法 就是他已經把那個斷點 跟那個藏匿的 那個金錢部分 都已經藏到了 完全你無法追蹤的程度 也就是說 即使今天審計已經錢給他 他也已經轉到海外去了 所以我高度的懷疑 他是用比特幣這些虛擬幣 在海外處理掉了 對 那種他兒子在日本啊 這很好處理啊 開個帳號一個金鑰匙而已啊 對 那個幾十億都可以處理到 根本很簡單啊 所以這個事情要破到 因為1500萬太小了 那我估計來講的話 大概兩三億是最基本開銷嘛 因為他前面你要注意到幾個問題 他當時這個工地啊 拿到了第一階段的拆除執照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 有這個發生工爛嘛 對 有勞工意外嘛 意外好像有一名工人上司性命 對 結果他市長是直接到公務局去逼 他們快點讓他復工 復工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拆除執照完成以後 後面才能申請建造嘛 那拿到建造之後 我如果是審刑已經要付錢的話 我以建造為準啊 對 拆除知道沒有用啊 拆除知道沒有 我都建造拿不到 我怎麼 我怎麼沒有辦法付錢給你啊 所以他們的約定事項 一定是拿到建造以後 建造才巴士動 我要付你多少 那現在小省最怕什麼呢 就怕這個建造被取消 這核心的問題就是建造 那個時間點 對 你那個時間點做做做做做做标 來追金流的話 就全部就有可能 大家就會講這個事情只有一個人嘛 就沈靜津自己講出來嘛 沒有 那那個很簡單 因為柯文哲不可能處食嘛 柯文哲已經知道他自己老底坐穿嘛 所以只有沈靜津把這個金流交代 時間點交代出來 或是現在有萬一不小心 有這種小筆的帳戶的出現 也有可能不能排除說 這個朱雅虎這些人啊 用大嘴巴出事情 但主要要大筆的金流才有意義 好 大家現在很多小時候 很多他的學生在講 這個是政治宣派 這個不是司法宣派 為什麼 你沒有查到錢啊 可是我看到你來這個所謂的臉書談 我才知道 原來搞了半天 柯文哲以前就是這樣子去整馬英九的 柯文哲當時也想用所謂的圖利罪 將馬英九入獄 結果沒有 有一個李肅德單下來了 李肅德也沒有查到任何的金流 現在時光倒轉 幾乎一模一樣 我看到柯文哲被上告帶去圖神告 其實我還蠻難過的 你知道他十年前 就是同一天9月5號的時候 宣佈參選台北市場 所以十年前後南科一夢 我確認是他這十年嘛 所以其實我蠻難過的 所以我今天就是也是很平靜的跟大家講 就是小草們冷靜一下 柯文哲不是錄個影片嗎 認真上班正常生活 不要再氣噗噗了 不要再講說 都沒有金流為什麼可以押 不要再講這個了 你不要再管金流了 警察官跟法官 他根本沒有再跟你提金流 金流不明嘛 但為什麼押他 因為他涉嫌圖利 因為他明知我被法律 我們就很清楚的講 台灣人是不是條例第六條嘛 你們要看清楚這個狀況 不要在那邊生氣了 好那我跟觀眾朋友講 那沒有金流為什麼呀 因為他涉嫌圖利 他如何涉嫌圖利 因為他明知我被法律 那你如果講說 怎麼可以這樣對付柯文哲 政治破壞的時候 我就不得不跟大家講故事了嘛 因為我先前在我們觀眾 這個早就講過李素德了 李素德是一路查到一審被判 求刑十年被判九年 他都還沒有金流 那他是判個春天啊 那李素德為什麼被判 李素德是被柯文哲移送的嘛 李素德是被柯文哲移送的 李素德是被柯文哲移送的 李素德是被柯文哲2014年上來以後 他說公開透明 他成立一個聯政透明委員會 叫聯政委員會 是他創的 他找了好多社會賢達 王小玉就站在他旁邊 我等一下給大家看那個照片 我後來知道 端木正以前也是他聯政委員會的 對 所以你就知道了 當時他創了聯政委員會之後 他在2016年的時候查到大巨大案 他認為這個東西可能涉嫌圖利遠雄 有沒有金流 沒有 那他送了沒有 他送了 送了以後 李素德跟馬英九都喊冤啊 那你當時也沒有金流 所以我就說 柯文哲怎麼會不懂 我那天有一次看他上直播節目 他講說 對啦 圖利啦 哪裡不合法 我真的很驚訝 我在想說怎麼會這樣 圖利啦 對啦 當你這個論述 往後在檢察官一樣 或一神一號 我覺得對他不利的 因為等於他好像認證口述上說 我是圖利啊 因為他們講說 圖利這五年來幾乎 定罪率是百分之百 那為什麼圖利會現在變得那麼嚴重 罪倒的始作用的 因為以前的圖利 定罪其實不高 大概三成 從阿伯開始搞了大巨蛋之後 圖利罪的定罪率越來越高 到了這幾年 定罪率是百分之百 始作用的是誰 那把刀 竟然是柯文哲開的 以前的圖利罪 因為很能認定 而且大家搞不太清楚 因為收錢其實確實 沒有錯 收錢的話 如果貪污罪下第四條 這個是違背植物十年以上 那就是第五條是七年以上 這兩個是有收錢的 沒有收錢是第六條 現在目前就是第六條 那你要知道 現在目前大家看起來 馬英九那當時是八年前 2016被送的時候 他就是認為你圖利了遠雄 讓遠雄有獲利嘛 那是植物上 你看右邊這邊有寫到 剛剛那張的右邊 他就告訴你 第六條是這樣 那當時馬英九 跟李素德被送 大家會講 為什麼我前兩天在 我們關鍵時刻 我也跟大家講 他能全身而退嗎 機率是存在的 雖然這個看法 吳董是覺得 絕對特董 但我覺得他的機率 存在的原因在哪裡 斷點必須出現 我給大家看一下 剛講遠雄的大巨蛋 對不對 當時是誰送的 是柯文哲 所以不要再講柯文哲 不懂什麼叫圖利了 你是廉政委 好還有人講說 那關鍵時刻文哲 怎麼是王曉鈺委員送的 王曉鈺委員 他的那個 廉政委員會裡面的 召集人是誰 就是市長柯文哲嘛 所以市長柯文哲 開會決定要把他送 這個廉政委會把他送辦 就是以徒利罪前 去送馬英九跟李素德 而且剛剛講 現在的定罪率是百分之百耶 去年啦 就到了2023年的時候 越來越高 從以前的這個 五成以下 然後到了八成 現在已經百分之百了 那我不是說 這個柯文哲這個案子 就一定倒 我跟大家講 總是大家想說有沒有可能 他沒事有沒有可能 機會非常非常低 唯一的可能就是 就是彭政生 十年之前 是柯文哲時代的一個開始 十年前 2014年的9月5號 他當時登記參選 與民有約 簽了一個公民憲章 當不看到他這張照片 他的太太陳美琪 他的媽媽 還有他的總幹事姚立民 都在這個地方 當時大家以為說 我們換來了一個新的時代 我們相信會改變成真 沒有想到十年難科一夢 十年來居然這麼樣的 龌龊不堪 今天我跟他講的 這個地院的 這個裁定書 已經完全坐實了 柯文哲的一個罪名 他不但是說 他執意為之 明之為把 執意為之 而且貫徹意志 徒利的事實非常明顯 而且在金流上面 當沈慶晶論功行賞的時候 他的太太跟他的小孩賬戶 賬戶裡面有不明的來源 對他來講 更難堪的事情是 眾判清零 所以宇宣 剛剛講 今天剛剛講 眼看他這個平地起 眼看他起高樓 眼看他彥民客 現在眼看他樓塌了 把他這次不善唧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先看一下 這是十年前的柯文哲 當時他的頭髮還黑了 而且旁邊有誰 第一個叫做姚立民 結果現在姚立民變成是什麼 變成是司法院副院長的候選人 而且姚立民問到說 你要怎麼處理柯文哲案件的時候 他露什麼 露出陰謀的微笑 曾經何時 這個當時 站在那邊立體他的人 變成了大顆黑 曾經何時 當時在他旁邊 年輕的陳佩琪 如今變成了什麼 第三夫人當不成 變成第一女車手 曾經何時 這個柯媽媽就說 我兒子 哪是讓人 你老白說的 雷公會把你抬 結果寶傑哥 今天雷公有想嗎 沒有 沒有今天 晴天萬里大作 而當時的柯文哲 講著跟大家講說 公民憲章 各位就是這樣 十年前 眼見到樓齊 眼見到他 十年後 柯文哲竟然 淪回了階下囚 而且淪落下的下場是 所有原本在他身邊 戰友以及夥伴 以及共同奮鬥打拼的對象 通通眾判清理 全部反叛 因為今天有一個非常關鍵事 今天我滿想說 你都在查金華城 可是在查金華城這時候 為什麼有一個人 被列為被告 那就是說他五十年的好朋友 全力信任的李文中 他竟然被列為被告 被告什麼被告 被姓的被告 我們知道 柯文哲現在已經坐實了 他的圖利的罪名 圖利的罪名五年以上 但是這個地院的裁定書 裡面非常清楚的 這個接下來就是有沒有行為 因為整個計劃成 兩百億元的這個金額 兩百億的圖利的金額 你怎麼可能沒有金錢往來 特別是在 易小微在分配這些金錢的時候 他的小孩跟他的配偶 帳戶裡面都金了錢 但是最懂柯文哲前的人是誰 就是李文中 李文中進來了 而且連李文中的妹妹 都咬他哥哥了 大家不要忘記了 李文中是什麼身分 李文中柯文哲甚至說 他是認識五十年的好朋友 而如今這個五十年的好朋友 都反過來反咬他 什麼個反咬法 第一柯文哲 我講白講他也沒有道義 他說 我跟你講我李文中 是人不明 結果李文中當然當然翻臉了吧 為什麼 第一時間他跟你講說 我很不承認跟大家報告 我全部不知道 對不對 全部不知道的時候 現在不是喔 是李文中 李文娟這兩個掌握柯文哲金庫的人 為什麼他會背信水報 你跟我分兩個城市 第一個叫做什麼 第一個叫做掏空擋產 換言之掏空擋產的部分 恐怕李文中的糟了喔 但我跟你講不只他背信 柯文哲會不會有問題 有喔 他等於交來說 對 我跟你講總統專戶 擋著錢 包括這些小草的錢 我是怎麼樣拿給柯文哲的 所以說 新華城只是一個敲門磚 他只是一個起身炮 接下來剛剛講到 你有北市哥 你有萬大國在市場 你有這個所謂的轉運中心 更可怕的是 你那整個競選活動裡面的 所有的爛賬 現在要一筆一筆翻出來了 當然不好意思最可怕的是 錢會嚇人你知道嗎 錢也嚇人 現在李文中就是這個錢袋子 如果說你試想看看 今天他們掌握所有木可公司的金流 包括到底該來的 不該來的 現金 帳目上的 通通都有 來 你看喔 接下來是什麼 就是這個嘛 所有一筆一筆都串起來 因為現在連沈靜金跟印曉威 都很有可能繁咬喔 我們現在說不知道的金流 只有4750萬 其中有1500萬 不知道跑哪裡去 那我再跟你想想看 如果說是現金呢 我們講的都是帳面上的金流 今天如果這個現金 剛好跟李文中這兩邊一搭一場 沈靜青哪天關到最後羈押 都受不了了 也跟著繁咬 那會出什麼狀況 所以你明明在查金華城 你幹嘛把李文中給搞出來 你說 現在最有可能是木可公司 跟金華城之間有什麼關聯 大學哥不只是木可公司 如果說金華城案 北四科案 甚至我們講台字光 低於國差市場 還有南港BOT案 這些所有跟沈靜青 以及星光有關的B案 他的金流 你想想看 柯文哲信任的圈子這麼小 他說他是50年好朋友 如果最後萬流歸中 全部都在木可公司 全部都在李文中那邊 那請問一下李文中會變什麼 而且今天在地院的 這個所謂的裁定書裡面 有一個關鍵的字 期約 期約就是我還沒有發生 我在這個所謂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期約就是未來我會給你這筆錢 你有講好怎麼給嗎 為什麼柯文哲非要選總統不可 你要非要選總統不可 你非要搞個木可公司 跟今天地院裡面寫的那個期約 有關係嗎 當然不只是木可公司 還有什麼各位不要忘了 治療公司 這才是最大的關鍵點 如果說只有木可公司 那這兩個人可能還牢牢不可破 因為他們是50年的交信 但今天出現一個治療公司 那反而是一個最大的關鍵點 為什麼 因為代表你柯文哲想要自己幹 想要把李文中踹出去 想要讓陳佩琦來接手 所以這時候我們講了 為什麼這個期約 才會產生一個重大的爆炸點 而且不只是這樣 你想想看 跟他曾經同事過的叫做彭震生 彭震生是什麼 他們是一起幹壞事的人 什麼叫一起幹壞事 就算我們今天先不談收回 圖利罪這個東西 彭震生跑得掉嗎 邵秀輩跑得掉嗎 為什麼今天邵秀輩氣到說 他的律師跑出來講說 我跟你講 柯文哲這個人 一定壓定了 一定壓 壓定了 代表這兩個人都見到了 柯文哲遇到事情 就要把所有的鍋 就要把所有的帳 通通我踹給李文中 我踹給李文娟 我踹給彭震生 我踹給神經經 我踹給曉輝 我通通踹給別人 所以這時候 最有指導的一個結果 所有他身邊的周遭的人 通通皺漫氣裡 要對著他一咬 而且今天才聽說 雖然只是小帥 你今天非常收押信件 收押信件的時候 你說明知他違法 你還執意為之 你執意為之 你還貫徹意志 貫徹意志你這個 昭然若接 這個東西我就認為 你今天有徒利的事實 但你只是徒利嗎 沒有 他今天講得非常清楚 其實這個法官 雖然都在地院 雖然沒有新的市政 可是對於這個市政的認定 對於市政的判讀跟解讀 竟然跟前面一個法官 完全不一樣 他講得非常清楚 講得非常清楚說 柯文哲是在跟 殷小微便當會之後 積極介入金華城的案子 對於幕僚 提醒金華城有這個 所謂的違法 你還是蓋账放行 後來沈靜靜論功行長的時候 你的妻兒賬戶出現不明的資金 還有柯文哲的手機 有對話刪除的記錄 這個都被認為 法官認為 你是畏罪刪除 法官這時候有一個很關鍵點 第一個他證明 柯文哲智商真的一五七 因為從頭到尾 他是一個主犯 各位聽清楚了 他是整個金華城市的主犯 再來第二件事情 為什麼檢調知道說 他有把記錄刪除 這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檢調科技發達 把他回復 第二個 我對照李文中的手機紀錄 跟你的手機紀錄 不一樣 李文中有你沒有 所以他們這時候才想說 你有刪除 對 你有三種可能 再來我從對話記錄裡面 他說我看到了什麼 各位你要仔細聽 李文中是一個子 子子子子子 他說顯示 對於自己相關賬戶的 金流 掌控 支配 巨細迷移 環環相扣 親民幹練 代表我今天 柯文哲有三個賬戶 我這邊放2500萬 這邊放2500萬 這邊放2300萬 我怎麼挪 怎麼以4500萬 1300萬 你怎麼來怎麼去 柯文哲說什麼 倒不知道 李文就給我 剪掉在想說什麼 你說謊 親民幹練環環相扣 因為是你交代了 從頭到尾就是你交代 處理這件事情 而最後竟然背後還牽扯出 一個200億 我們講的獲利所得 很有可能的不當得利 最後我們還幹嘛 不只是這樣子 在我們講的 沈慶晶這個傢伙叫做有行賄 因為她論功行賞的時候 我今天這邊給500 這邊給200 這邊給300 而沈慶晶整個大水庫 至少我們講1.8億 甚至有人講到上漢5億 但這些錢 目前至少到5000萬 而且就連這5000萬當中 都有一千多萬的不明流向 那我就請問一件事情 今天沈慶晶是傻了嗎 你是主謀 你是主辦 我會給你的重辦 我會給蔭曉薇 我會可能給彭正森 然後我不會給你客問責嗎 你當我法官是傻了嗎 怎麼有這種可能 而且更誇張是 你跟沈慶晶見景 這邊她都知道了 對 她就說你是在 我們講的 這個方案完成 也就是會議結束了 因為客觀者講說 她是在選後的時候 跟沈慶晶見面 她說沈慶晶說 選後的時候她心情不好 所以帶她去投出議員 來見 她說沒有 她說你是在犯了 突立罪之後 一樣跟沈慶晶見面 把那個這兩個重點 第一個她訂掉2021年 當10月份 我們講的金華城 840%隆金 拍板定案的時候 你已經設辦突立 在電的事情 從2021年到之後 你有沒有見沈慶晶 有 那你見沈慶晶去哪裡見 絕對是逃出議員 有沒有唱歌 有沒有相關的金流 有沒有交代 她的意思說 你絕對不只一次去逃出議員 所以你說不懂公文也騙 金流你也騙 逃出議員你也騙 從頭到尾你這傢伙都在騙 而且還有不明金流 進到你的帳戶裡面 她講的金幣 你有不明財產 不明來源財產 所以她就是意思說 客問者 土地罪第一條 第二條叫做不明來源財產 來源不明罪 你也定了 而我們現在根本 沒有要緊急於此 因為你從頭到尾 你的口供 避重救星會翻供 而且跟所有人 跟彭正森 跟沈慶晶 代表這些人已經煩咬了 對不對 你的論述 你的口供竟然都不一樣 所以顯而易見 我們現在為什麼 我一定要把你擠壓 我確定你是土地了 我也確定你才難不明 但是我嚴重懷疑 甚至是我有非常把握的確信 事實上你是所謂的收賄 也就是第四條 十年以上有清楚你的罪 但是我如果現在 也不把你柯文哲 給壓下來的話 那你會幹嘛 湮滅證據 你會幹嘛 如同當時我們去踹門的時候 你一個小時不讓我們進去 是不是在串供 是不是在湮滅證據 是不是在刪手機紀錄 換言之 你在企圖讓我們阻止 讓這個案件 從五年的本刑 升級成十年的本刑 所以對於這個 有兩百億的重大事件 我法官該怎麼辦 我一定要把你壓起來 因為我如果不把你壓起來 我沒有辦法阻止你 我沒有辦法讓這麼大的獲利 最後面能夠插個水落石出 好 所以回程 我們現在回來看到這個十年前 真的讓大家感慨外見 十年前大家對他 有這麼高的期待 你想想看 一個素人 台北市長 是現在執取總統最近的位置 大家相隔在仁愛路的兩邊 包括陳水扁 包括馬英九 都當過這麼重要的位置 這個是未來的燈籠之道 你完全沒有任何政治經驗 你沒有任何的政治背景 台北市民 竟然讓你贏了連勝文80萬票 這麼高的這麼大的力量 把你捧上了這麼大的政治位置 你沒有任何的感恩 沒有任何的感謝 你驕傲自大 高庇自由 搞得知道嗎 十年一決台北夢 贏得土城這個所謂的狼狽民 你也太臭了吧 是 而且你知道嗎 十年前也就是2014年的9月5號 你剛剛看到這個畫面 他簽了公民憲章 我們特別去把他的公民憲章 簽是什麼內容 把它仔細 他說把台北市打造成一個 透明 公開 開放 無私 多元參與 對話 合作 分享跟包容 你這每一個都寫的 裡面都有細節內容 其中我最火大的就是公開 因為你知道 他說要公開這個部分要幹嘛 消滅特權 公部門的資訊充分揭露 公共資源 全民共享 消滅特權 他當時說什麼 他當時說過去的政治人物 都跟財團拿刀叉吃人肉 他說他上來之後 他會像大象一樣踩死 那些螞蟻 那些螞蟻是誰 就是財團 十年之後的柯文哲 他到逃桌影員 不知道幾次一起勾割 然後現在的柯文哲 十年之後的柯文哲 他不是拿刀叉吃人肉 他是直接生吞活潑 對於所有的犯行 現在一推二五六 所以我就想到 沒想到十年前說要打 把所有特權消滅掉的柯文哲 現在卻一手幫他的特權財團 開了一個後門之路 而且今天非常尷尬的是 當時他得到多少的支持 多少人民的一個擁戴 可是最尷尬的是 我們開到畫面 他今天進到了土神的時候 有一堆人歡迎他 有一堆人迎接他 那不是柯粉 那都是柯黑 說什麼 今天柯文哲在土神的選擇 柯文哲 你今天用進他進他 你進到這個街裡面 狼狽不堪 而且剛剛講到 今天台北地院 雖然都在台北地院 沒有新的事證 可是今天已經是把你整個定罪 非常的明確 你不但有犯意的事實 你不但有徒利 而且你明知違法 執意為之 更可怕的是 你的老婆 你的小孩 都牽扯到裡面了 是 寶傑哥你知道嗎 這一次法官 他採取一個非常不尋常的 也就是說他為了要保護柯文哲 本身的一個防禦權 所以他說8月31號 以前所有東西 我們這一次還是就這樣看 8月31號 也就是從9月1號開始 新的事證 完全不在這一次的積壓庭 要討論 以及要審說的對象 8月31號最重要的兩個人 包括邵秀佩 邵秀佩 邵秀佩 然後再包括就是彭震生 彭震生根據媒體報導 他在9月2號是 一開始完全不配合檢報 而且就坦承所有的相關情況 這兩個最重要兩個人的證詞 這一次都沒有參考在裡面 所以你就知道 在沒有這兩個新的一個 市證之下 他都做成一個保底 至少是圖利罪 然後開始 收壓境界 不能通信 然後行賄這個部分 非常明確告訴你 柯文哲有不明的金流 有財產不明 還有最重要一件事情 這個相關的財產 都還流入自己妻兒的帳戶當中 他自己本身甚至是去支配 這些相關的金流的流向 所以他們家拐簽的是他 對 而且我跟你講 如果一張查下去之後 你就知道 再加上9月2號之後的新市證 你會發現他們家牽扯在裡面 不會只有柯文哲 陳佩琪 我看應該也會因此而揍耐 而且你說你今天看到 這個財政書你覺得非常恐怖 那只是起身報 那只是剛開始 接下來剛剛講的 你現在五年已經確定了 五年確定的你剛剛講 那所有的案子 都有可能圖利 還有光是這個案子 他的市證 他的人證 是一直疊加進來的 是 一直疊加進來 包括我們剛剛提到的 邵秀沛這個部分 邵秀沛是一個非常直接 就咬住他 因為你記不記得 柯文哲從來沒有幫人家 講過好話 結果他這次出來講什麼 我要幫邵秀沛講幾句話 蓋章的人那麼多 怎麼能整個算他身上 對 所以為什麼他要保邵秀沛 因為邵秀沛事實上 就是從頭到尾都負責 這相關所有放寬 給金華成特權 給他這個容積獎勵 840% 甚至連這個 所謂的20%的容積獎勵 都是在易小威的辦公室裡面 撐出來的 邵秀沛就在其中 所以邵秀沛的口供非常重要 如果他咬住柯文哲 可以說是給柯文哲 收賄行賄這個部分 一刀斃命 再來就是金流這個部分的流向 金流這個部分的流向 李文中 我們昨天不是會特別講到 大家就說李文中 瞬間竟然做變成被告 如果是跟他妹妹一樣 都是所謂的衛造文書的話 他妹妹早就已經是被告 沒有道理 李文中在這個時間點 才變成被告 後來發現原來李文中被被告 是因為背信 背信 背信就代表這跟公司有相關 所以跟募可公司是有相關 到目前為止 這整件事情所謂的不明帳 這個假帳的風波到現在 掏空禁總 圖利募可 募可公司到底他的股東是誰 柯文哲你是不是募可的股東 募可所有從禁總賺來籤 有沒有回流到你柯文哲私人帳戶 然後包括這所有的一切一切 柯文哲到現在事情發生了一個月 他沒有跟我們交代一句話 就連最簡單的 你是不是募可的股東這件事情 他從來沒有直接講過 而且更可怕的是 當時不是金華誠案已經報了嗎 報了以後 他就跟他的一個清楚的對話 對話裡面 照講我們現在看金華誠 對你來講 你這是天大地大的士氣刀 他說沒有 他說真的很可怕的是什麼 李文中非常可惡 第二個是 你幹嘛去告這個端木正 讓這個事情不可收拾 第三個 真正可怕的是什麼 真正可怕的是 這些的資料 全部都在調查局裡面 募可公私的帳 都在調查局裡面上 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而且法官已經在裁定書 講得非常清楚 所有的金流 包括流向 包括掌控 包括支配 柯文哲都非常清楚 所以換句話說 柯文哲之前說 他們4300萬買那個商辦的錢 從哪裡來 是從他1.2億的選舉補助款進來 如果是選舉補助款 你就把會卡燈直接弄出來 就在這裡是火會的 為什麼到現在 不是 你黨部拿出來 還講說 他講什麼 是李文中匯給他的 那我就非常好奇是 這筆錢是進到哪裡的 這筆錢是進到民眾黨的 是要民眾黨的財務長 才能夠匯的 那怎麼可能是你李文中可以匯的 那不是進走的事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說我都不知道 他很誇張 他推給李文中 推給誰 投給朋友就算 他還把這個 我都不知道推給誰 推給他的太太陳佩琪 他不知道 誰買房子 4300萬誰買 不是 因為陳佩琪買 所以換句話說 你由這裡就可以看到 柯文哲真的是 可以吸得玉莫吸病的 只要我不死 每個人都可以推去死 所以在這種 為什麼到現在會 演變成50年的老朋友李文中 要跟你反目成仇 然後為什麼會演變到 跟你解法一輩子的陳佩琪 因為你可能深陷險境 現在搞不好也會有相關的形式 變成是第一女車手 所以我覺得這過去這十年 我們所有人對柯文哲 有多大的期待 現在十年之後 我們就對你有多大的失望 好 再不懂 今天就跑出了一個 非常有趣的新聞 兩則 第一個是李文娟說我都不知道 牧可公司真正的負責人 真正在處理事情的 都是我的哥哥李文中 然後李文中 今天就是用背信 變成了被告 第二個就是 今天傳出來說 牧可公司 他發票不夠 發票不夠怎麼辦 他卻有假發票的事情 結果問到黃燦燦 黃燦燦說 牧可公司沒有假發票了 牧可公司只有虛報 沒有假發票 那別人就在問 那牧可公司現在的負責人 到底是李文娟還是李文中 他說我不是牧可的人 我不能去做這個說明 你不是牧可的人 你知道牧可公司沒有假發票 只有虛報 那人家問你說 牧可公司的這個 所謂的負責人是誰 對不起 那表示牧可公司的假發票 是一個不可說的秘密 也不是 因為這個我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柯文哲是一個很霸道的人 所以柯文哲 黃燦燦 黃國昌 這一批人 他們是一個很低級的 這個詐騙集團 因為他全部要聽柯文哲的指揮 那些人犯罪經驗又不足 因為頭那個本身的 1574的 碰到犯罪的時候變笨蛋 為什麼 因為他有一個習慣 他不分人家錢的 不分錢的 他錢都一個人端回家的 讀石 這個我可以證明 對不對 他拿錢就拿回家的 他通常不拿 他整個選舉過程 他沒有給任何人錢 對 都他一個人在花嘛 對不對 所有的立委沒有分到半毛錢 對 沒有任何人分到 而且買衛生產要自己付 對…但是黃三三很特殊 我們另外再談 再等到案子發展 但我要這一件 就這兩天而言的話 本節目在台灣發生 做了很大的影響力在哪裡 對不對 昨天我跟你是不是在推估 今天會百分之百收押 對 我還不相信 結果收押了沒有 收押了 我們推估上禮拜五的 早上七點鐘要去到他家踹門 結果踹了沒有 踹了 所以我們兩個都準了 我不準 你準 不是 那我這是算命算來的嗎 算來的嗎 還在補掛嗎 不然呢 當然不是嘛 我們這個資深的媒體人 有這個推估未來的能力嘛 那我們現在要推估下一個未來 下一個是不足先 柯文哲的未來 柯文哲的未來會變什麼情況 會怎樣 我先告訴你幾個 先跟你講 第一個他會收押四個月 他會滿期 因為一期兩個月 對 收滿 那因為北檢 檢察官對他沒有期待 所有的標題物在他身上 也就是將來的判刑的主要標題物 不是柯文哲 對 所以柯文哲沒有跟檢察官協商的 沒得談的 沒有協商的空間 那有協商的會豁免的人 只有兩個人 一個彭震生 一個沈慶君 對 我相信彭震生已經談好了 不用談了 已經豁免一部分了 自白可以豁免二分之一 那最重要 最重要 按照現在 這個法官的裡面的裁判書裡面 講的200億這個規模的算法的話 那最重要的這個 談判對象是誰 就是審慶君嘛 那審慶君我認為 他撐不了四個月 對 他一定會 他一定會 自己會來爭取他的污點證人 對 那會全部豁免 那在全部豁免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所謂的犯罪的要件 就會從第六條提升到第四條 就是基本本刑 十年以上到無期徒刑的罪行 那這個時候 柯文哲會變怎麼辦 柯文哲將來會關到滿四個月 或是整個偵辦的期限 那到上訴的時候 他把柯文哲的人 跟他的犯罪的事證 全部移到北院對不對 這時候就有一個接押庭 對 那個在這個桃園 也看到一樣的情況 但桃園的時候 桃園地院不接 就讓這種人這樣回家了 對 對不對 可是因為這個事情罪行 我判他要到無期徒刑 你連一說阿伯進去以後 再也出不來了 我先跟你講 到達四個月以後 那院方就接押了 對 接押以後就沒有期限的規定 只要你有可能被判刑 你有可能脫逃 我就把你壓在裡面 而且他還有很多案子在接著 所以說 我說大概三十年左右的刑期 所以他這個從這四個月 會搞到被院方接押 然後院方接押之後 就持續就開始執行 就開始就進行所謂的 這個院方的這個訴訟程序 那我今天問了我一個專家 才在上你的節目 我沒有問專家 我不敢來 我問了吳宗憲立法委員 他是老監 他是老檢察官 他說我說我宗憲 我說這個搞會搞多久 會不會搞到十年 他說不會 他說這種刑事案件 兩到三年之內就定驗了 所以柯文哲 我告訴你 兩到三年內 他都會在監牢裡面度過 然後後面會判二十年 所以我告訴你什麼意思 出不來了 出不來了 他今天六十五歲 他會在裡面一直關到死 你知道嗎 那我現在講什麼意思呢 我今天在分析這個事情 有一個重大意義 我告訴你 坐牢的人有兩種人 一種人坐牢會關了會出來 出來大家對你會出來的人 老大 因為他死亡還有贓款嘛 對不對像阿伯很多人還要 現在還是榮譽黨員嘛 榮譽黨代表對不對 那他不是 他這個柯文哲 關在裡面一直出來的話呢 那這個外面的這些人 就這些館長啊 這個黃國昌啊 他的這些鐵粉會怎麼樣 散了 丟包 我會把他丟包 阿伯被丟包了 阿伯一個人去關吧 我不要跟你扯了吧 所以他會面臨到最慘的命運 不是在未來兩三年後 是我現在這個推估如果成立的話 這個吳鐵嘴吳半仙成立的話 他會被判判以後一直在裡面關 所以黃國昌會露出非常醜陋的真面目 這第一集下流的黃國昌 就會去爭這個民眾黨黨主席 立刻就開始了 把民眾黨去柯文哲化 變成黃國昌化 這民眾黨的未來的新領導人物 就是黃國昌 他會狠狠的吐口水 踹柯文哲一擺 把柯文哲踹到水溝裡面去 然後以後就變成 柯文哲就變成台灣的歷史人物 最髒的貪污犯 好 立刻 檢調真的這麼可怕 你說現在檢調剛剛講的 檢院雙方 院檢雙方 都已經有共識了 他就是犯罪 而且犯罪更可怕的是 你說所有的人都糟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大概昨天知道 因為高院已經有裁決下來了 裁決下就是什麼 把地院的原審的判決 把它給廢除掉 所以今天開激壓題 可是從今天早上開始 你會看到這個節奏 非常非常的明快 大家都覺得說 那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是不是要弄到三個半夜 弄到半夜 結果沒有 早上 對 早上九點半就告訴大家 來 趕快進來月券 而且告訴大家一件事情說 你不要再看新的東西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我舊的就可以鞏固了 就鞏了 對 那你為什麼敢講這種話 因為 本來以為說 我的新製證不列入的意思是說 我要等於說什麼防禦權 我要對柯文比較好 結果不是 因為如果你可以去調閱 新的市政的話 你三個律師都可以調閱 對 調閱的話你會浪費時間 你會拖延時間 這個法官 我一秒鐘都不讓你浪費 對 就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我們九點半開始 中午過後就開激壓庭 所以你們不要再搞小花招 不要再搞小動作了 可是這種事情來講的話 過去來說 北檢他不會答應 我們就是有些東西 如果他看狀況不對 我們馬上丟市政出來 我們要把他壓起來 結果北檢進來也說 好 沒關係 我們也答應 對 然後大家覺得說 那你這樣子 會不會變成無線循環 那你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壓不起來 結果開了之後 家庭開了評議之後 告訴大家 不用急 不用急 下班前跟大家講 你有看過這種的嗎 下班前跟大家講 然後準備一台 一個人的單人球車 所以果然柯文哲主席 就是上了球車 所以大家才知道說 原來北檢的東西 原來是夠的 然後北院昨天的法官 已經看到了 因為是高院昨天丟出來的 所以是用昨天的法官 所以昨天的法官 那我就不懂了 一模一樣的東西 為什麼兩個法官 會有南遠北社的 這個所謂的判決 對 但是把這東西 拿出來之後 你回頭去看 你會發現說 其實在這一個 裁定書裡面的話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一個一個看過來 其中一個這個東西 扣案手機對話截圖顯示 這個東西我們看到 就頭皮發麻了 你知道嗎 如果有犯罪的人 大概口頭講講就好了 不會用LINE 因為LINE會被還原出來 這個地方 講的東西 是什麼一個重點 手機對話跟手機對話截圖 這是兩件事情 保健哥你今天跟我有對話 我們兩個是手機對話 截圖是一個JPG圖檔 JPG圖檔你知道嗎 只要檢察官拿到之後 插進去之後 他可以把截圖全部叫出來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柯文哲主席 跟別人在對話的時候 都有截圖過了 都被人家截圖了 而且你會截圖的人 代表什麼意思 每一次跟帳戶 跟金流有關係的 我都會截圖了 都保密了 都已經留下來了 然後你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就是一件 我就可以把它給拉出來 拉出來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跟柯文哲主席 對話的這一個人 早就覺得要自保 自保的 對 要自保的 所以這個東西拉出來之後 你就會知道說 原來所有東西都被人家備份了 另外來講 他還講到一個東西 支配 就是彼此帳戶的金流 掌控支配巨細迷移 還還相扣 還還相扣 還還相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 我們看的不是一個案子 北院看知道說 北姐你查的不是一個案子 因為你一定有其他的案子 所以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 就是你後面的那些四大案 五大案 這些東西弄起來之後 還還相扣 所以剛才吳董講得非常的可怕 你知道嗎 現在柯文哲主席進去之後 對 他會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吳董講的 這個在兄弟裡面來講的話 叫做一票完到底 一票完到底 就是你買了一個遊樂園的票之後 進去出不來了 你進去以後出不來 因為你的帳戶怎麼樣 彼此的金流支配巨細迷移 還還相扣 你只要拉出一個 拉出第二個來 你這東西來 你可能就跑不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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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